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全力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正在与柬埔寨政府保持密切沟通积极查找并解救相关人员 目前使馆收到二十多名台湾同胞求助信息 已经协助检方成功解救部分人员 我们将继续密切跟进案件处置 遇困台湾同胞及家属可及时联系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求助 对于美国军舰过航行动 东部战区全程跟踪监视 一切尽在掌握 美国军舰频繁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炫耀武力 这不是什么对自由开放的承诺 而是谋求横行自由的挑衅 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破坏 中国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 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要做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英国媒体披露的事实再次表明 英国 美国脅迫英国政府放弃华为 完全是出于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操弄 所谓国家安全 5G技术风险 不过是美国掩盖自身阴谋图谋的幌子 我们对英国的内政 包括保守党的党首选举 不予评论 也不感兴趣 我想奉劝英国个别政客 动辄拿中国说事 鼓噪 所谓中国威胁论 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 也解决不了英国自身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 去飞一飞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 值得大惊小乖的事 下一个问题 中方坚决反对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 在本次审议大会期间 包括中方在内的许多国家 都对这一合作表达了关切 认为其违反不扩散 和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冲击国际原子能机构 保障监督体系 构成严重和扩散风险 在中方推动下 大会就这一问题 进行了严肃 充分的讨论 并协商 形成写入最后文件草案的内容 特别是注意到就海军核动力堆问题 进行公开透明对话的重要性 这充分表明 国际社会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 存在广泛关切 中方主张建立开放包容的 政府间讨论进程 是完全合理的 美英澳不应阻挠 中方在通过中巴经济走廊 社会民生合作框架内 向八方提供 四千顶帐篷 五万条毛毯 五万块防水棚等储备物资 这些已经悉数投入抗灾一线 鉴于灾情进一步发展 并基于八方需求 中方决定追加一批 包括2.5万顶帐篷 及其他八方急需的 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红十四会 还将向八一省红星月会 提供三十万美元 紧急宪会援助 全八中资企业协会 向八总理抗洪赈灾基金 捐款一千五百万卢比 天灾无情 人有情 我们不会忘记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八一省兄弟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拿出库存全部帐篷 送往中国灾区 令中国人民深受感动 在此次 洪灾面前 我们也将 同兄弟的八一省人民 站在一起 下一步 中方还将进一步 加强与八一省在 防洪减灾 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等领域合作 为八一省抗击洪灾 和灾后重建 提供更多的帮助 中国驻八一省使馆 还有八一省驻华使馆 也正在联系 有关的企业和各界 进行募捐 我们相信 八一省人民 一定能够早日 战胜洪灾 重建家园 没有任何这个论据 来走在行方 提示的情况下 将一方代表 有关的企业